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习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想和各位友友来聊一个很老的一个旧的新闻 就是关于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 牧圣学起诉国家卫健委 要求卫健委公布所谓的眼里面加点 这个初衷理由跟实验的报告 这样一个旧文 以及中国的实用盐加点和中国的寄生政策 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么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牧圣学起诉国家卫健委 要求公布实验过量添加亚铁氢化钾的安全性实验报告一案开庭了 为了防止加点盐吸潮结块 需要添加抗结剂 亚铁氢化钾抗结块效果最好 价格最低 但也是相对毒性最大 安全性最低的 而且加热400度的时候会分解出剧毒的氢化钾 特别是在酸性的条件下会降低分解的温度 美国用的是硅酸钙 用的是硅铝酸钠等等 国外只在餐桌盐上少量的使用亚铁氢化物 那么卫生部从1985年起将亚铁氢化钾作为中国唯一的抗结剂 在1996年还把食盐添加亚铁氢化钾的国家标准限额 从每公斤5毫克改为每公斤10毫克 超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规定的最大值 但是从未提供任何有关安全性的实验研究报告 那么他认为数万人关注的因食盐过量的添加亚铁氢化钾 要求公布安全实验报告的案子 已于2020年8月13日在北京市第一人民中立法院开庭了 多年来 慕盛学致力于公共安全问题 尤其是质疑卫生部在实验中强制全民过量添加点酸钾 以及过量添加亚铁氢化钾这样的一个情况 卫生部未能拿出实验证据说明点酸钾的安全性 但不得不几次少量下调了点酸钾的添加量 不再规定买非典盐需要医生处方的政策 慕盛学于2019年6月10日给国家卫健委发信 要求公布有关亚铁氢化钾安全性的实验报告 国家卫健委在2019年7月8日回复称 你申请公开的内容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 不予公开 在这个通知书中他是这么说的 慕盛学 我办于2019年6月10日收到你在线提交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几条几条几条的相关的规定 你申请公开的内容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 不予公开 这不纯粹是胡扯吗 你说你加了这种点酸钾 他关乎到老百姓的真正的个人的健康 他把它列为一种不予公开的信息 这简直就是胡扯 国家卫健委拿不出安全性的实验数据 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2020年4月24号回复 居然让慕盛学自己去联合国粮农组织或世界卫生组织去查资料 他是这么讲的 经查制定修订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参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 联合专家委员会制定的技术文件 但我委档案中并未查到相关的文件 建议你自行查阅联合国粮农组织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相关文件资料 换句话说 卫健委讲 我是参考了粮农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的相关的要求 但是我们这个卫健委又没有相关的文件 这种说法简直是极度的不负责任 极度的对公众的知情权的这种蔑视 可见当初在制定这些政策时 并没有像某些专家说的 经过很多科学研究和数据的支持 那么多年来 慕盛学老先生不断的揭露 中国公共卫生和健康领域的重大问题 包括非典的真相 包括食盐强制加点酸钾 食盐过量的添加 亚铁氢化钾 转基因的安全等问题 那么慕盛学老先生 在旧食盐安全问题起诉卫健委的时候 也得到了很多网民的这种支持 其实中国它不是个点缺乏严重的国家 但是却被长期的全民强制过量补点 中国补点用的不是点化钾 而是毒性大的点酸钾 中国的点盐还添加了过量的亚铁氢化钾 长期的全民强制过量的补点 已经严重的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 那么国内的甲状腺疾病发病率 突飞猛进 不孕不育大幅增加 甲状腺癌的发病大幅增加 中国在建国的初期 它也有过补点的政策 点尽量是自给自足当时的补点的特点 当时的国内的经济困难 国外经济封锁的环境下 它产生了国内不生产点化钾 全部高价依赖进口 后来为了打破国外的封锁 国内用海带制造补点剂 价格尽管高于进口 但为了国家和所谓的人民的安全 对制点企业给予了补贴 补点用的到88年用的点 自己率已经达到了60% 那么补点的方法 首先选用了食盐加点 它这是一种全世界流行的一种方法 那么同时补点剂 选用的是点化剂 补点剂的种类 关系到安全和经济利益 发达国家都用点化钾来补点 中国虽然经济困难 但为了当时的人民的安全补点 仍然与国际接轨 用点化钾补点 补点量采用国际通用的加点量 就是说常用的三万分之一到五万分之一 补点的范围 那么全世界当时都在病区补点 补点范围采用的是国际惯例 仅对缺点区进行补点 那么点缺乏病的标准 也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 那么而且中国规定了食用盐 加点不加价 国家承担相关的费用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 很多的省市都已经达到了 国家基本上控制点缺乏病的标准 那么当时点缺乏病的患者有3500万 变为了785万 地方性的客厅病和大脖子病也基本的销声匿迹了 说中国是点缺乏最严重的国家 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最后后来又开始加点了 实际上当时美国给了民间 给了中国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报告 最后中国的确被美国人说服了 同时他们开始购买国外的原点 补点剂由较安全的点化钾 改为了毒性大的点酸钾 同时也加大了补点量 由过去的三万分之一到五万分之一 改为了两万分之一 而且全国都是一个标准 那么补点的范围也从过去的缺点地区 变成了整个的中国 把补点范围扩大到了14亿人 陈祖培在2002年的文章 为什么要搞全名食言加点中说 从60年代开始 点盐和点油的大规模防治后 点缺乏病大规模流行得到了遏制 但并没有消除 90年代初仍有D甲肿 800万人 克丁病18万人和数百万 以轻度质力落后为主要特征的亚克丁病人 数十年的防治经验证明 这种策略只能控制 但不能消除IDD 也就是说 为了一千来万的缺点病人 却要求当时全国13亿人口 全部强制补点 这是补点必大于利 而且非常的荒谬 这个老百姓的购严费用叫做谁受益 谁付钱 也就换句话说 最后这部分费用 政府不承担了 而是由老百姓自己去承担 同时为了防止点盐 七朝结块 那么开始加入了抗结剂 亚铁氢化钾 价格 由于它的价格很低 但是它的毒性也非常的多 那么 整个的美国实际上 他们的尿点是偏高的 最终的统计 全国美国全国平均的尿点 中位数是320微克每升 高的地方达到了500微克每升 美国人开始找 寻找了点过量的原因 一方面是在面包里面 他们添加了点酸钾 还有牛仔的含点量也非常的高 因为它是用点来消毒 包括面包炉的清洗剂中 含了过量的点 而且很多的含点的食品 保健品不标注点的含量 那么美国政府对这个点超标 他们一方面开始研究点化钾 和点酸钾过量的危害 同时要降低点的摄入量 同时也发现了点过量 和出生率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当你点过量的时候 就会产生大量的不孕不育 而对男性的影响也会更多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那么穆胜学先生 他们去状告国家卫健委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虽然开庭了 但是这一个结论到现在 我还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 就是说最终这场官司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结局 画上句号的 我能想到的是 这种做法 中共的这种做法 实际上和它是一直以来 都是这么做的 就像当初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模一样 他们制定计划生育政策 就是因为觉得人多了 会造成资源本来就不够 造成人均的资源进一步的短缺 造成未来国家难以承受 比如说这种人口过量的激增 但是因为他们的短视 认知的这种差异 认为人不是生产力 它是一个成本 而不是资本 于是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 制定了最令中国人扼腕叹息 也是最没有人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同时建立了继生委 导致了中国的人口 直接的断崖式的这种下滑 现在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 已经变得影响到了国际民生 对未来的竞争也产生巨大的 这样的风险的时候 又开始2015年出台 开始鼓励生二胎 发现还不解决问题 现在又鼓励生三胎 而且制定了很多很多相关的这种政策 从这一系列的决策就可以看出来 由于是外行在领导内行 不是专业人士在做专业的事件 那么专业人士 由于他们也变成了这种御用的文人 和这种鹰犬 他们在观察主子的脸色 看主子的意志是什么 如果主子觉得这件事情 他已经明确的表态是这个方向 那么这些个所谓的这些专业人士 也变得他们就会去找各种的证据 来证明主子的这种思路是正确的 这就是整个一党专制带来的 对国家民族最大的这种灾害 我们可以其实看到很多的 包括企业单位现在的这种倒退 就是在党领导一切 很多的现在党支部都在建立 党委在建立开始指挥 所谓的这些个民营企业 指挥所有的这些 除了国营企业 央企他一定是党指挥 那么现在由于党政合一 那么书记又变成了一把手 他可以直接来做很多的这个决策 而他们又不是专业人士 所以做的决策 往往是错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 所谓的货面的时候 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的这种状况 中国所有的这种 关乎到国际民生的这样的决策 实际上是应该非常谨慎的制定 为什么在欧美国家 他们都是采用小政府大社会 而且基层有非常强的这种决策权 原因很简单 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 只有根据各地方的不同的情况 制定的政策才符合当地的这种需求 而中共过去一直强调这种大一统 全国一盘棋的这个概念 所谓的举国体制 它是非常害人的 这样的政策的制定 虽然看上去全国一盘棋 推向同样的东西 但是东北到夏天的温度 和广州在夏天的温度能一样吗 和三亚也不一样 所以其实中国由于它浮原辽阔 它各地的整个的自然生态 经济发展 它是不平衡的 而制定统一的这种政策 的确是非常的害人的 中共如果坚持这样的一种政策 继续的搞这种所谓的一刀切 继续的搞由非专业人士 领导专业人士 那么由于中共自己的这种建设 这种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局限 将会导致不断的悲剧 不断的在上演 这个国家和民族也最终被他们 拖入巨大的深渊 在这里我并非是危言耸听 而过去所有在历史上 中共执政之后发生的这种悲剧 都一再的证明这一点 中共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政党 它用这种光辉的这种光环 来自己包装自己 但是它不能够真正的解决 他们邪恶的本质 这是全世界的敌人 当然首先是中国人的敌人 而可怜的中国人 很多人都还没有发现 也没有这种意识 所以他们一直被中国 中共的这些所有的毒食品去戕害 毒政策去戕害 所以希望中国人早日的能够醒过来 推翻这个政权 好了今天各位有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 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